如果是跟著去年的進度 其實會賺得多一點 現在叫做沒有蝕 因為今年其實本土的消費能力都比較低 是時候要說那些經濟學上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今年聖誕其實做了兩個地方的pop up 因為始終聖誕也是一個好的商業時機 其實昨天都一直廣工在這裡做 因為同時間其實中環現在都在擺 所以量要加倍 後來我知道這裡是戶外 所以我就想死了會不會沒有人來 一來已經戶外了 以來如果再下雨的話還沒慘 其實自己來說也算是一個合格的成績表 因為其實一年內我做了十個地方的pop up 所以我也覺得算是這樣 就是自己一手一腳建立起來